重大许可 接下来请收看 佛教动画系列 佛教智慧故事 阿弥陀佛 十年前 先帝曾与我说想 说我这一生 不复远来之意 没差一件事 我孝大先帝年老魂魁 只差一死便可圆满 日月悠悠 算了今日 便该是我圆满之日了 师父 你们不要哭 出家人应当看破放下 尤其是你 曾与我共历生死 今日乃是我功德圆满之日 何必爱上 快起来 求纳拔陀罗 南北朝时期 刘豫建立南朝刘宋 历经数代传至孝武皇帝刘骏 刘骏登基时年仅二十四岁 叔父刘亦轩因雍丽有功 被封为陈相南郡王 掌控朝廷大权 于是专恨跋扬 蒙生叛乱之心 好 一切都筹划妥当 诸位将军准备发兵 随我攻入建康 事成之后 我为皇帝 诸位都是开国元勋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诺 对了 安排一下车马 本王要去寺庙 这 这么大的事情 当然要请佛祖庇佑啊 我认识一位高僧大德 叫求纳拔陀罗 屡有不可思议的灵眼 若他对佛祖祈悦 定能把我心向事成 即使如此 天下岂不是大王掌中之物 末将越护送随大王前去 有了佛祖的加持 我定能坐上皇帝宝座 刘俊无道 百姓苦不堪言 本王决定行武王伐咒之事 还请法师向佛祖祈愿 保佑我军攻城拔债 事如破竹 事成之后 本王定会不令钱财 为法师建一座雄伟寺院 保证年年香火不断 大王此言诧异 皇帝建坐不久 已置在恩家海内 恢复礼乐 尊孔崇佛 改革税制 使国家得以发展 百姓得以升息 大王既然信任佛祖 自当以慈悲为坏 专心辅佐皇帝 治理天下 万不可兴生妄言 以朝祸端 法师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肯帮我了 王大王三四 贸然发动战乱的人 平僧断然不会帮忙 你 自法师到我大宋国土以来 我尊敬 公养法师 前程立佛 如今我有求于佛祖 你为何不肯帮忙 若如此 本王供养你等僧人又有何意 也罢 即便是你不肯帮我 那佛祖常年受我香火 也定会把我马到功成 阿弥陀佛 今年来兵戈不息 百姓嗷嗷 如今国家方顶 大王岂能再生邪念 致使生灵涂炭 这种天大的罪恋 是无论怎样供养三宝 也消解不了的 平森劝大王放下妄念 一心向善 则百姓姓善 苍生姓善 若一意孤行 则祸不原意 法师莫要再与我讲这些老生常谈 本王心意已决 不日便会举兵讨逆 法师到时随本王出征 我要你亲眼见我踏平健康城 待生情留俊之时 看法师有何话讲 告辞 阿弥陀佛 好不失失误的和尚 竟敢捕随本王的心意 既然如此 不如 不可 这老和尚颇有声望 直接动手会有损本王的名声 你们几个 把这个老和尚给我看住了 举兵之日 把他带在军营之中 推上战场 驾敌军之手杀之 刘亦轩不肯经从 囚纳拔陀罗的劝告 一意孤行 举兵反叛 最终 兵败梁山珠 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而就在刘亦轩兵败之时 囚纳拔陀罗 正在乱军之中 经历了九死一生 罪过 罪过 若使者争权独立 却害得无辜百姓 无端遭到杀害 可怜这大好人世间 经编成地狱修罗场 真是罪过 小施主 你怎么样 我是不是死了 怎么会在战场上 见到和尚 阿弥陀佛 小施主尚在人世 平僧也与小施主一样 被卷进这场战乱之中了 难怪 这世上根本没有神 也没有佛 好痛 别动 我来帮你 快走呀 一会儿敌人一定会来搜刮 到时咱们就跑不掉了 你这小施主 虽然年轻却很有战场经验 那当然 别看我只有十三岁 可是身金百战了 话说回来 法师你也不赖嘛 虽是天竺人 却说得一口好汉语 这是有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呀 观什么音 观世音菩萨 当年我刚来汉地时 打算翻译经文传播佛典 可因为言语不通 心机如焚 于是我早晚礼拜 习请观世音菩萨 加持我能传译经典 某一夜 我梦到有一百亿人 右手持剑 左手持一人头 将我人头一剑砍下 换了他手上的人头 我骤然惊醒 却发现已精通汉文汉话 全无制色 这便是观世音菩萨的灵业 换头 人肉砍下头颅 岂能生还 我才不信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打狂语 将来你若有难 可前行礼拜观世音菩萨 自会消灾减惑 阿牛我自认为命业 一生不信神佛鬼怪 有人来了 快躲起来 奇怪 我刚刚明明听到 这里有人说话 张俊 您看 金书 念珠 这个我认得 一定是那个 穷纳巴陀罗 大王要我 把他带到战场上 除掉他 想不到 这个老和尚 命大没有死 他一定就在附近 给我搜 法师 跟我来 想不到这刘易轩 竟然如此无情无义 事已至此 小施主 莫要舍我拖累 你自己逃命去吧 老法师 您何处此言 我虽然不信神佛 但法师 您救了我的性命 若我弃你而去 岂不与那刘易轩一样了 您放届 翻过这座山 便是长江 渡过长江 你我便安全了 小施主 平僧已年过六许 一心追随佛陀 由此一解 乃是因果定数 平僧并不贪生 更不愿因为自己 而是他人陷入危难 小施主 你正年少 不可因为一时血迹方 刚悟了性命 哎呀 法师您动辄因果定数 挂在嘴边 我助你逃离 不也可看成一种因果定数 啊 法师 我自幼失去爹娘 又生逢乱世 每日刀头填血的过活 自以为人世间本来如此 而遇到法师才晓得 世间除了杀盗淫妄 还有法师这种大爱之人 所以阿妞我虽不信神佛 但仍愿意保护法师 逃离战场 以便能让更多的人 受到法师的感染 弃恶向善 走向正途 过了这条江 咱们就安全了 可没有船 怎么过江啊 法师 你不是说念佛念观音 能消灾减惑吗 让你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帮咱们 法师 法师 法师不好了 敌兵追过来了 南武大悲观世音菩萨 小施主快快躲藏起来 平僧跟他们走便是 老法师 老法师 这群寒武外的杂兵最是凶残 我虽不信佛 却岂能丢下你不管 你先逃命 我和他们拼了 不可 不可 你上年上莫作傻师 他们在那儿 快追 老法师 你快看 方才这里明明没有船 一定是菩萨保佑 小施主快快上船 不好了 这船没有脚 法师 我推动小船 船行至水浪中 自然会随着波涛航行 法师 我帮你 你莫要下来 你腿上有伤 帮不伤忙 可是法师 我怎能 你要帮我 就念观世音菩萨 快 血要让他们跑了 南武大北观世音菩萨 南武大北观世音菩萨 愿菩萨 愿菩萨保佑阿牛逃出灾恶 南武大北观世音菩萨 法师 小施主好好活下去 王法师 我自幼研习佛法 博通三藏经典 为显扬佛陀的大悲之心 波度众生于滚滚轮回之中 我来到中途二十年来 我翻译经典传扬佛法 疏忽之间 以虚美敬拜 向我一生谨遵佛陀教会 异性修行 不敢稍有懈怠 如今沉原已了 心中已再无牵挂 唯愿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能够保佑阿牛平安返乡 保佑世间孩童 不再受战乱之苦 我还活着 请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老法师平安 请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老法师平安 请求观世音菩萨 小施主 我难道是在梦中 不是梦 小施主 平安 还活着 还活着呀 老法师 你还活着 谢天谢地 你还活着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奇怪 按说这和尚 受一轩供养多年 本以为 会替那个反贼 出谋划策 可朕 翻遍他的书类 却只字未提军事 多是劝其从善如流 此事着实令人费解 陛下 陈文那僧人 自二十年前来到我国 一直潜心 以经讲法 劝人向善 对离法并无半点愉悦 但凡见过他的人 都称赞他胸怀坦荡 是一位高僧大德 盛名之下 无有虚事 我想这位法师 应该名副其实 朕曾平瞒月 抗北夷 一生杀人如麻 从不相信 什么兴善之说 一轩谋反之际 朕势胆立孤 多少宫卿大臣 都叛政而去 这外邦的僧人 却能忠于皇室 指手正道 实在令人唏嘘感叹 去把法师请来 朕想亲眼 见上一面 平森求纳巴托罗 叩见皇上 法师跟随一轩谋反 一路劳苦功高 陛下 平僧沾染罪过 自当粉身碎骨 朕听闻 法师不但受那乱臣贼子的供养 还跟随他一道出兵反叛 可有此事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参与正事 但平僧虽是受其胁迫 亦是溯源所感 平僧愿意领罪 法师自称受人胁迫 可有凭证 一选谋反之事 确实是将平僧带进军营 可陛下若要平僧证明是受他胁迫 平僧出一句出家人不忘语之外 别无凭证 法师 不怕死吗 回陛下 平僧怕死 但平僧更怕违背佛陀 违背三宝 违背这天地间的正道 说得好 法师 朕最后问你 你可想念乙轩 陛下平僧受其十年供养 恩德不敢忘却 乙轩虽是反贼 可他已然辅助 出家人慈悲为怀 若能蒙陛下宽佑 平僧请为乙轩抄见三年 以减轻他的罪孽 毕 陛下 法师应该是一路颠簸 一致不清了 臣恳请陛下饶恕他年老婚会之罪 法师 果然如传闻一样 坦坦荡荡 好 朕便准许你为乙轩超度 成全法师的仁义之心 多谢陛下 小施主 小施主 剃度出家 老法师 请您收我为徒 我愿皈依三宝 跟随老法师修行佛法 愿将佛陀的真理传扬给天下人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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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 南无阿弥陀佛 求纳巴陀罗 于42岁时来到中国 75岁元寂 他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全致力于翻译佛教经典并宣讲佛法 先后亦有杂阿含金 大法古金 圣蛮金 邪家金 及相续解脱金 和无量寿经等佛教经典 为佛教在汉地的推广和传播 做出极大贡献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帐号50396819 50396819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杯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弱势关怀 不识动物 慈杯至夜 云林观音讲堂 梁黄宝灿 即三大事 于且宴口法会 恭请惠太法师 惠亮法师 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10月16日 星期一 至10月20日 星期五 梁黄宝灿 10月21日 星期六 三大事 于且宴口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 新南里 逐围 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法会备有接驳车 上午八点半 抖南火车站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恰订电话 零五六三三一五六 零五六三三一五六 星逢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十万兆贝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 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顾法 世主法 及法务 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1日 星期三 八点半 传授八观摘戒 下午一点半 大悲战法会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同佛佛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不必遵守防疫规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施对女子的教研 关于女子不舍日常俗悟 人能获赠佛果的教研 联施轻受空行母 依系错家之宝藏口诀 尊名为莲花生大士 其瘦身不受母胎染污的大师 是由莲花中神庙化身的 微能显赏的藏王引请他进入血域 在调福建造桑椰的这片土地之后 莲花生大士常住在金珠松林上 与此曾有七位不平凡的女子 卡迁的泽佛佛姆 和各种美味佳肴献上会供之后 提出这样的请求 大师请您垂听 请与我们分享您完美无暇的身形显现 您纯净的话语 以及您超越一切概念作意的心 卡千公主错家佛母如此向莲师说道 像我这样的女子才是浅薄 愚钝不灵 未受教育且心胸狭窄 请您赐予我能在这一生 以女性之身获得正觉的教言 请赐予我了解和记住 简单能领会与了悟的教言 连诗开示 法性的真实自信 不是此心可以攫取的一个对境 它没有维度大小 且不属于任何类别 是任何方法业任的性质 因此 无需由明智的人来做分析 它单纯是关于了知 了知从一开始 就一直在你之内的心 因此 无需知识才学 别管是否聪明 只要安住就好 这真实自信不属于智力的范围之内 由于它是本自极有的清静 无身 且自然现前 因此无需在心中支持它 也不需要机灵敏锐 就别管什么才智了 平等性的心既不宽广也不狭窄 佛意与友情众生之心 是从同一个根基衍生而来 这根基也就是觉醒的心 了悟它即是证悟 不了悟它便在轮回中流转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